五一小长假就要到了 你准备好出去玩了吗 我们整理了国内100家五围景区五一期间的开放情况 在出发前先来了解一下吧 文化和旅游部五家卫生健康委 4月13号印发的通知要求 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30% 只开放室外区域 室内场所暂不开放 在统计的100家五围景区里 有63家正常开放 29家景区部分开放 7家景区暂未确定五一是否开放 1家景区不开放 如果五一期间有旅行计划 建议提前拨打景区电话确认 预约旅游是2020年五一旅游新趋势 数据显示 现在可以在网络平台预约五一参观的景区数量全国超4000家 不少景区需要至少提前一天预约 统计的100家景区里 47家明确需要预约 其中包括北京八达岭长城景区 陕西华山景区 四川九寨沟旅游景区 山东泰山景区等 36家不需要预约 另外一家部分项目需要预约 一家五人以上需要预约 据了解部分景区存在相应的预约制度 例如河南云台山4月27号公告显示 暂不接待团队游客 湖北省所有景区将实行分时段预约制度 在统计的开放景区中 除了戴口罩量铁温的标准动作 明确提出需要早见康码的有85家 强调需实名认证的有57家 五一期间 这六家景区只对省内人员开放 另有八个景区暂不确定能否接待外省游客 同时有景区表示 五一期间景区可能节流 建议外省游客错峰出行 针对外省游客 五家景区表示 对来自低风险地区 持有绿色健康码 且满足当地防疫要求的游客开放 另有九家景区明确要求旅客申请当地健康码 四家景区明确表示 对中高风险地区游客有限制 十二家景区可能要求部分省外游客 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建于京津记健康码忽认 往返京津记的旅客不需要再次隔离 京津记地区部分酒店表示 北京地区游客入住天津酒店 需持有天津健康码绿码 且近期未到过湖北和黑龙江 北京地区游客如需入住河北省的酒店 需扫描二维码查看健康轨迹 如果经济地区游客来北京旅游 入住酒店时扫全国健康码 4月30号零时 国务院疫情风险等级查询小程序显示 北京朝阳区风险等级已调整为低风险 目前北京16个区均为低风险 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